逆经故事顶挂上九 明宣中开启明代宦观看正 上九顶欲言大吉无不利 顶食器三足圆形或者四足方形 玉以丝线穿起玉片即玉石 玄金属制用作举顶的勾 大超出正常标准 吉以玉制制象征吉祥 舞跳舞祈求人身没有 筆跟向上生长人身否定 利以刀割和引申风利利益 意思就是以玉石制的勾举起食器 吉祥超过标准利益不会被否定 明宣中朱占基的故事 可以解决这只鸭的鸭义 朱占基新于北京大庆院1399年3月16日到1435年1月31日 明宣中的长子母亲成孝超皇后张氏 朱占基出世那一阵 建皇的朱占梦见父亲朱元璋 赐给一个大龟 大龟是象征权力的 同他说 全世之孙永世其昌 朱占醒了之后 想回在梦里面的情景 觉得吉祥 现在来报告说他的孙出世 朱占意识到梦里面的情景 引证在孙的身上 朱占特别重视这个孙 朱占教被妻子人下皇后悉心抚养 建民元年1399年8月 朱占军队和建民队军队在镇定作战 史称静难之役 朱高迅多次刑救朱占屡立战功 朱占登基视为明成祖 永乐二年1404年 朱高迅借名人中立为太子 朱高迅封为汉皇 封地在云南 朱高迅迟迟都不肯去 留在京师 朱高迅身性人口端重 有时不免失于罗歉 明成祖最喜欢赤子汉皇朱高迅 觉得汉皇最似自己 有心废太子立汉皇 隋皇后台大乘一直劝退 朱占基自小充为好学 同身无张事都深得明成帝的喜爱 最终无废到太子 悉心培养朱占基 朱高迅肥胖 而且有脚病 常常都跌倒 所以宦官驾着行走 朱高迅取笑朱高迅 在后面说 前面跌倒 后面的人就懂得小心 朱占基在朱高迅的后面 应声说 还有更后面的人懂得小心 永乐7年 1409年 朱占基跟从明成祖 巡行北京 明成祖叫朱占基观看 农家监众所用的农具 和田家衣食 作务本分赠给他 永乐8年 1410年 明成祖不征蒙古 朱占基留守北京 永乐9年 1411年 11月 朱占基立为皇太孙 开始加官 永成祖保孙中的女儿 十岁时被选入宫 得到朱占基的宠爱 两小无猜 明成祖 点宣锦衣衛 祭玲百户 胡荣三女 胡擅长为皇太孙妃 朱占基不满意这个安排 但亦无力反抗 选用汉林朱臣 港京史 习政务 增港建悉 朱占基素道 徐明成祖征土 永乐12年 1414年 朱占基跟随明成祖 二征目北 明成祖叫学士 胡广等人 去到目北军中 和太孙朱占基 廣用京史 朱高兴去南京 私下招募三千兵士 四处还行不法 永乐14年 1416年10月 明成祖不伐之后 返返南京 知道朱高兴違法的事 予以痛斥 抹夺冠服 囚禁西华门入面 准备废为书人 太子朱高兴 念法兄弟之情 在明成祖面前 極力请求 朱高兴免去被 匾为书人的扎骨 适风到洛安州 即日起程 朱高兴到达封地之后 深怀怨念 更加急于策劃谋法 永乐22年1424年7月 明成祖不伐 回君途中 在榆木村驾崩 朱高次职位 视为明仁宗 10月 知瞻基立为皇太子 朱高兴派遣心腹入京 自己叛乱 明仁宗知道之后 将朱高兴召回京城 振家俸禄 赏赐宝密数以万计 命许回回落安 奉朱高兴的大子为世子 其他的子都封为郡王 洪熙元年1425年4月 南京屡次发生被证 明仁宗想还刀南京 朱佔记到南京 帮助签刀准备工作 拜协明孝宁 5月28日明仁宗患病 朱佔记被召回北京 朱高兴准备在半途截杀朱佔记 然后自立为帝 最终未能成功 6月朱佔记由南京 回到北京到达梁乡 朱佔记抵达那阵 明仁宗已驾崩 在位不够10个月 享年48岁 朱佔记接受明仁宗遗照 入宫发丧 红熙元年1425年6月27日 铸佔记继位 视为明仲宗 面前最大问题的是明成祖时期 相反不够彻底遗留的问题 明仲长有5位大臣附政 包括 杨士奇 杨荣 杨宝 合清 三阳 夏元吉 展义 漢王朱高兴精心准备 扯清君侧的大臣 矛头直指五朝元老夏元吉 宣德元年1426年8月 漢王朱高兴谋反 派一个官员去到北京 若京国公张富为内应 张富逮捕官员上报朝廷 明仲宗收书一封 派人送给朱高兴 愧劝去罢兵 朱高兴固守乐安 明仲宗亲征 包围乐安 但却无进攻 放箭输入城里 遇逮捕朱高兴献上 朱高兴密遣人上午明仲宗 黑球欢解 出城归航 大臣上梭 请求用重点 明仲宗将群臣弹劾 佛逮捷展示给朱高兴 明朱高兴写书 召朱子同归京师 同谋者都捕朱 一共六百四十多人 其余都树变 明仲宗平定漢王朱高兴之乱 远禁朱高兴在西安门里的逍遥性 前往探视那阵 被朱高兴用脚踢倒了 明仲宗将他 一顶扣住了 用火脊顶 消敲致死 九个儿子全部被杀 明仲宗整栋统治机构 罢免 憲津不乐 不达政体 绵老体质官员 使人精减和财勇措施 以震潮风 限制入市人数 使人补举和欠任 明仲宗使人一些减轻民困措施 减免税粮 博业流民 震灾救荒等等 明代初期 幻工多受范属国进攻 或者没入各地罪犯家属 言语沟通上是很大问题的 说话说不定 就只可以输同文来解决 孙德元年1426年 明仲宗下令设置内书堂 指定汉林学士教导幻官读书 后来设施礼监丙笔太监 施礼监掌印太监 无意中开启了明代幻官干净的先兆 孙德二年1427年11月 孙贵妃删在朱祺镇 明朝律法的长子 才会继承帝位 实下毛者胡皇后成为众子之的 孙德三年1428年2月 明宣中立王长子朱祺镇为皇太子 3月明宣中以母子多病为理由 废后胡氏 纳贵妃孙氏 即孙侯皇后为皇后 胡皇后退居长安宫收到 称为政辞先师 上头同情胡氏 无辜被废 欣赏她的言慰 将她召到清零宫 和自己一起住 明宣中担心抽高马肥那阵 蒙古人入亲边疆 整栋兵马 住宅起风口以待敌军 8月明宣中出军巡视北边 修建永陵龙庆诸城 9月 阿梁克率领万多名铁器 骚扰边疆 明宣中精选铁器兵三千飞奔前往 敌人见到黄龙旗 師弟皇帝亲征 全部下马拜祷在地请行 明宣中大胜而归 宣德四年1429年 明宣中祭以兰粗 赐彼庭臣 予以战言为国之道 宣德五年1430年6月 京畿地区发生黄灾 明宣中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黄灾 特意遇止匯报 告诫他们 往年负责暴皇的官员 害民的危害 一点都不会被黄灾誓 要严禁盗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做了一手暴皇师 颁给臣子 宣德五年1431年1月 明宣中也外翻多次不离 离朝公为理由 命令郑和再次出行 宣德八年1433年4月初 郑和返航期间 勞累过渡 在印度西海岸鼓里去世 船队由太监王景宏率返航 7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到达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 具在有27550人 是最下一次下西洋 明宣中喜欢卸裂美食 斗促职即是释述 多伟大臣勸奸宣租小玩乐而被下狱 万力也获篇记载 蘇州为中武并 民上有以捕释述比手老公 得细职者 即是说督释述和军中取首级为同等功 可以拿到细职 成为升官法财之道 遼齋志异名篇促职 所的皇帝就是明宣中立 人称促职天子 宣德9年1434年 立月21日 明宣中突然觉得不舒服 第二日起 郑臣去左顺门毅问姓安 当年随直立春 按礼制 郑臣应该是皇帝举人贺礼 明宣中已无法接受朝贺 宣德10年 1435年 正月初一 正丹贺礼 一并免去 八观向文华殿 朝贺王太子 朱祺震 初三 明宣中奔于乾清宫 是年37岁 初五 尚氏号 苗号宣中 宣德10年6月21日 子宫葬入景陵 和名人中时期 合称 仁宣之志 明宣中 雅上漢物 由公于画 山水 人物 酒秀 花鸟 祖叢 驱街 流世画作有 武侯 高恶图 三阳开泰图 等等 明景陵位于天壽山东风 即黑山之下 占地25,000平方米 是明宣中和皇后宣氏合藏陵墓 里面有宣像公妃十个人 此建了宣德10年 即1435年 正月11日 断断续续28年 天顺7年 1463年 3月19日 地面建筑原宫 假正15年 1536年 明世宗潮白铃园那阵 一日景陵 规制独小 又多损坏 下令 珍崇电雨机构 清乾路50年到52年 1785年到1787年 政府对明13陵 作用大规模修善 修善景陵那阵 将灵池的碑亭拆了 长环 只留回石碑 在碑外四宇 保收齐空的高雨场 现在紧存台基 台石碑